在很多黑马骨没有启动之前呢 可能会被误以为是黑驴或者说是死马 但潜龙在渊想必九天 其实黑马骨在腾肥前也是有发出拉升信号的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方法 说一下这个拉升信号 这个信号隐藏在一组奥骨平行的成像量里面 看清了主力控盘拉升的意图 你也可以轻松的去抓去掌听板 建议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 以便于后期反复观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收听我的内容 关注加收藏炒股过密码 收藏加点赞 情意永不散 好了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 咱们今天要讲的方法是龙月渊战法 这个方法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平量 其实呢平量这种状态吧 是市场中一种比较特殊的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呢 看似是比较巧合的一种事件 其实呢平量 也就是相当于市场中出现了缩量 相当于出现了吸收的这种状态 而这个平量呢 其实并不是出现的巧合 因为呢平量实际上是主力计划性 与市场的随机出现的天然共鸣了 那么这种平量呢就是随后倾斜的一种连接点 也就是爆发前的叙事点 我们呢来看一下平量出现的一种状态 首先呢在这个图形中咱们首先看到啊 首先呢是经过了一点串的下跌 在下跌的过程中咱们看到了形成一个比较小的底部 在底部的时候呢出现了凹口的平量柱 这种状态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求的这种比较好的建仓的一种状态 在建仓完之后呢 出现的放链就开启了它的拉伸 在这个拉伸阶段呢也是比较容易的可以去补获它的掌停板的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龙岳渊这个战法呢 首先就是主力在底部建仓阶段就出现了凹口平量柱 之后呢出现的温和的放链突破了前期的凹口平量柱的这个状态 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价格也是能够突破凹口平量柱的高点 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意味着主力机构呢已经是脱离了成本区 实现了温饱 当然呢如果只是量能突破凹口的平量柱呢 而价格还没有突破 那么意味着市场给了我们一些操理的机会 其实呢温量破凹口这种状态呢 就是股价要启动的这个阶段 这种阶段呢就是咱们今天所讲的了 龙岳渊的这种形态 如果说再有一点点热点一旦出现这种形态 投资者呢可以轻松的把握住市场中的大黑马 我们结合一段具体的图形来看一下这种方法 首先呢在这个图形中咱们看到的是一段比较好的上涨的图形和走势 从阶段的8块钱 然后呢上涨到了20块钱 这一边的上涨幅度是比较突出的 那么在这种上涨的过程中 咱们也看到了在启动的低点位置附近的时候 是出现过我们所要求的这种龙岳渊的这种形态 也就是在下方的成员量出现了一种凹口的这种状态 价格出现了一定的下态 成员量呢也是出现了这种下态 那么这种凹口的形态就形成了 形成了之后呢 我们关键是要看它后期的这个走势 在后期价格呢 我们看到了是形成的一种突破 其实呢对应的这个成员量也是在下方形成一种突破 那么在这个突破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黑马骨即将启动的这种走势 一旦启动呢就出现了一波翻倍的航行 而且呢在这种翻倍的航行过程中 也是有机会出现涨停板的 那这样的大黑马骨如何能够选到呢 其实它的选股条件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来说一下它的选股的条件 它的选股条件呢大概有三个 首先呢就是出现凹口平量柱 又是这种农月鱼烟的形态 然后呢出现的是温量的突破 价格量能是温和的一种突破 当然呢如果说出现了量能先突破 但是呢价格还没有上涨 那需要等一个将来的回踩 再找它的一个启动的一种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黑马骨 在前期的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住几的这个阶段 在住几的阶段呢我们看到了 出现了这种平量柱的这个状态 价格呢是一个较低的震荡 然后呢下方的成效量出现了凹口的这种状态 又是符合了咱们讲到的农月鱼烟的这种形态 出现了这种形态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去把握它将来的一种比较好的这个机会 咱们看到的这个量呢是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这种平量的这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平量状态之后呢 咱们就看到出现了这一天的一个突破 而且呢它在突破的时候呢 价格也是在这一天形成的一种突破 这两个位置上价格和量呢是同时出现的突破 突破之后呢就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涨 小波会跳之后呢再度出现拉升 在经过一段调整之后呢又一次出现上涨 上涨的这个走势也是非常强烈的 这种大黑暗的走势呢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当然呢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也有几个细节的点需要去注意 我们最后呢给大家去说一下 它需要注意的几个细节点 首先呢这种凹口平量珠 它最好是出现在股价的底部 在底部出现了这种状态 那是我们特别需要的一种走势 然后呢在出现了这种走势之后呢 后期的上涨和突破呢最好是量价一起突破 当然呢如果说突破之后呢 价格出现了一阵的回踩 这个回踩呢最好不要跌破出现的平量柱 对于价格的这个支撑 如果说股价回到它支撑这个位置呢 那么再度启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这是对于这个方法的小小的几个细节点 我们最后呢再看一下这张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 咱们也看到了一个明显下跌过程中 下跌到了底部形成的一个地点 5块4毛4 然后呢出现了一波上涨翻倍的行情 那么在这个翻倍的行情产生的过程中 咱们就看到了龙岳渊这种战法的一个形式 首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根量能柱 最后呢在这位上再次出现一根量能柱 而这两根量能柱呢是一种平行的状态 这是在一个底部的位置上形成的这种走势 在形成了这种底部的形态之后呢 咱们就看到了后期呢 价格慢慢形成的这种上涨 当然呢在一开始咱们所看到的 它的量呢是直接回去了 没有出现突破 什么时候突破呢 大概是在这一天 而这一天的时候呢 咱们也看到了价格正好也是形成的一个突破 在突破了之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快速上涨 再回调之后呢 又一波出现的上涨的行情 这是呢 龙岳渊的这种走势和形态 那么今天讲到的龙岳渊战 大家可以仔细去研究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能够补得到将来即将起飞的大牛股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的内容 更多炒股干户和技术等你来找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视频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其他想学习的内容 可以带评论区告诉我收藏加关注炒股不迷路